问来有个国民美食叫Nasi Gado 敲门饭也叫敲敲饭 Nasi是马来文的米 而Gado这是敲门的意思 其实就是简单的白饭加上炸鸡淋上三八酱 但这种敲敲饭的典故有很多种说法 其中有一说是早期民众得要敲米商的大门才能买到米 所以才叫敲敲饭 而因为地处东南亚 问来美食有浓浓的南洋味 烧烤当中最红的是七里香 还有问来的国菜西米糕 甚至怎么吃也展现了他们的文化价值观 继续跟着我们的镜头到当地夜市走一走 就算熏的呛鼻烧烤香味阵阵袭来 一整排烤鱼外皮围焦鱼身饱满 让人挡不住诱惑 然后来人特别喜欢吃烤 然后这些都是海鱼 然后这个海鱼呢 他们会用他们新鲜的虾 然后做成酱料 他们里面一定是会有姜花 姜花 姜花因为它会有香气 然后辣椒 辣椒是他们喜欢吃辣的 然后会加上这个金菊 金菊会把那个鱼腥味去掉 独门酱料提味带出海味的鲜 路上跑的也要拿来烤一烤 这里就是我们温南人 常常吃的也是非常出名的鸡屁股 这样一串一块钱 然后呢 这个是鸡 然后这个是牛肺 牛肺他们喜欢吃这些 所以我们这里呢 一般上就是喜欢吃烤烤 你在别的地方看到是烤沙爹 但是在温南你看的最多就是烤鸡屁股 刷满酱料的鸡屁股 每一串都红的发亮 味道究竟如何呢 我其实是不太敢吃鸡屁股的 但是来到温南就要尝试一下 好 试试看 原来口味是甜的出乎意料 加东夜市绕一圈 就能体验庶民饮食文化 不只烧烤 油炸食物也是当地人的爱 香酥金黄的炸鸡 配上米饭和生巴酱 就能快速填饱肚子 用个可爱名字敲敲饭 源自于早期 要敲米商大门才能买到米 演变出这一道国民小吃 而饭后想来点水果 绝对不能错过它 我们可以看到有白榴莲 黄榴莲 橙色榴莲还是红色榴莲 但是这些都是文来自尽的榴莲 所以本地就有这么多种 对 那像这个红色的呢 这个红肉的好像比较没有看过 对 红色的这个叫红虾 它是可依不可求的 因为它的塑料很少 要不要试试看 试一下果汁的 好啊 我来试试看 然后这种人吃年不年 他不会都会提供手套 哦 这么贴心 来 试一下 所以不是用汤匙或叉子来吃 你刚用手套 刚用手套吃 好 我来试试看 试一下吧 其实还蛮香的耶 不是印象中的那种榴莲的味道 就是很creamy 对 它是很绵密 嗯 它是很绵密 有一点类似在吃冰淇淋那种感觉 在地美食不能少的还有传统糕点 早期资源有限 大多利用在地食材 野奶 糯米 斑兰叶做点心 二次大战期间 更因为米饭和肉类价格太高 民众将源自棕榈科植物的稀米 制成稀米糕 不仅是主食更成为问来国菜 白色鲜米粉倒入热水 鲜式变成一体 继续搅拌越来越粘稠 看似简单 温度拿捏选好经验 再炒几道野菜 牛肉等配料 丰盛菜肴已经上桌 大块躲移之前 得先学会使用特殊餐具 我们要用的餐具叫做chandas 然后它长得有点像筷子 但是它中间是连起来的 那要怎么去把它弄起来吃 好 所以其实你就手握着这样子 然后把它这样子卷起来 你先把这个chandas先插进去 然后你就用转的方式 然后把它拉起来 拉了再转 拉了再转 为什么你的技术那么好 西米糕趁热吃才好卷起 本身没有味道 得沾酱汁一起享用 榴莲海鲜风味都有 就看各家餐厅独门配方 然后要注意就是你吃的时候 你不是用氧的 你是用直接吞的方式 直接吞的 对 好特别 所以它口感不一样 感觉怎么样 我很想咬它 对 可是他们是推下去 你可以咬 你可以试试看它口感 它有点像藕粉这样的感觉 口感类似勾芡 将重视家庭的温来人 紧紧粘在一起 我和Buyat 它把家庭与一起 它把家庭与一起 因为你看它是从一球 所以整个家庭与一球 我们跟其他科技与其他科技 它意味着家庭与其他科技 它也显示墨鲜鲜的价值 共享西米糕享受天伦之乐 这样的传统美食尝起来肯定 加倍可口 未来国土小 有大约70%的土地被热带森林覆盖 是东南亚森林覆盖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 保有原始林相 也是很好的观光资源 但是要怎么发展旅游 又不破坏环境呢 我们的采访团队 就找到了一座森林里的世外桃园 热带雨林中有座桃花园 一切取之于自然 原住民一般族人 准备以传统美食竹筒机 欢迎我们到来 这是每位游客都能体验的文化迎宾礼 这是檸檬 所以我先做这些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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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有植物 有植物 所以就像这样 对 香料是竹筒机的灵魂 搭配卤旺子 胡椒和盐巴 平均分散 马砂鸡 让鸡肉充分入味 祝责 或一些活动 或一些贵宝贝 也会参加 装鸡肉的竹筒有学问 只能用河边生长竹子 产出的汁液 融合香料才够鲜甜 烧烤前交给一般族人 用姜叶封口准备 BBQ 我会尝试 尝试 像这样吗 是的 是的 完成了吗 是的 好的 然后他会转换 转换 每几分钟 控制热 用材烧烤45分钟 鲜甜鸡汁 软嫩鸡肉 让人看了食指大动 一般族人合作无间热爱大自然的Leslie 早年做过旅行社导游 创业时他发现 部分一般族人教育程度不高 或是先天身体限制 就业不稳定 决心改变 看重一般族人鱼林生存智慧 Leslie根据美人专长安排划船烹饪等工作 打造以社区为中心的生态旅游 Eco tourism for me is more people sustainable Most of the things why we use Locker because we can support the community in terms of economic income and more jobs for them You think about it You use a lot of gas You use a lot of fuel to send the food here 减少环境污染 不用豪华度假村吸引游客 Leslie回收废弃建材 在河边盖了小木屋 周围大量种树自然降温 Come Let's come in Thank you We should take off I move in first No problem So you don't have air conditioners here right Yeah So now all these are the mosquito netting All around it Full corner So the wind can pass through And then here we make a big mosquito net Window like that So people can see the river Yeah Sometimes they see square roll up and down Or fish jump I can't explain why you need to keep the land forest Why it's so important to the climate You convince one person is good enough You don't You can't convince the million is okay As long as you want to go So I think that is the best way 守护热带雨林观光永续 另一头问来河上 也有个旅游亮点 东南亚最大水上聚落就在问来 600年历史至今仍有上万人口 号称东方威尼斯 各家都是造船高手 他们的船都是自己做的 OK包括这些船都是他们自己做的 除了引擎 引擎是他们买的 然后这里所以他们自己有维修 东晴全靠水上计程车 生活离不开水 高脚屋传统建材也来自河畔红树林 因为只有红树林的屋 哪一间屋子它耐水 就是它很耐用 它可以泡水 它可以泡在水里面不会忽然 但是它唯一就是 这个贝壳类会咬它 所以你会看到 他们的有些木上面还是好好 十年二十年都是好好 但是就是不耐这个贝壳类咬 所以它才会死掉 结合鲜明智慧加灌水泥 照样屹立不摇 我们进入这栋百年老宅 一探究竟 宽敞客厅代客专用 墙上苏丹和苏丹后照片是马来家庭标配 里头五间房才是自家人起居空间 厨房里的小鸡不当食物而是宠物 独特生活文化成了不可或缺风景 问来自己本身的所谓人文的文化 也跟其他东西觉得很不一样 人就是很nice 因为我们很少接触到外界 很少接触到游客 还没被完全被开发 所以还抱着有一种很热情 除了水村居民 依抱了红树林而生 这里也是婆罗洲特有种长笔猴的家 傍晚时分寻找教课踪跡 但能不能亲眼目睹得平运气 就在我们四处搜寻之际 本尊献宗 大鼻子身穿金黄色外衣 长相特殊的长笔猴 爱吃嫩叶和果实 每天的傍晚五六点这个时间 是长笔猴他们的觅食时间 刚才在后面这个红树林的树梢上 我们就有看到了好几只的长笔猴 但是因为是母的 所以它的体型是比较小一点的 那如果是公的长笔猴的话 它的整体的体型还会更大 国际自然保育联盟认定 长笔猴是宾为物种异常珍贵 而在观光刚起步的温来 不难看见大自然原始风貌 人类与万物如何共融共存 也许能在这里找到答案 要能打进一个全民皆赋的消费市场 产品得够精致独特 而台湾水果在温来就是一个品牌 尤其温来的苏丹 特别爱吃台湾的凤梨世家 因为甜度高 民众都赞不绝口 但台湾水果能打开当地市场 背后推手之一是华裔温来人 沈卉林 他是在温来出身长大 没有来过台湾几次 为何对我们的水果情有独钟呢 带你了解 灌来水果大多仰赖进口 中东 纽澳 马来西亚通通有 但这一区来自台湾 这区来自台湾 这区的味道和味道 我刚才试试的这个是甜的 非常好 你愿意买一些台湾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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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愿意买一试 愿意买一试 为什么不愿意买 我觉得它是甜的 它是一个国家 它是很甜的 我可以吃这个 甚至没有糖尿 我常常会吃糖尿 这个是好吃的 我喜欢 台湾生产有口皆悲 热情招呼的沈卫林 是问来土生土争华人 也是王室水果供应商 看准马来人爱吃甜 专挑高品质台湾水果 设法打开知名度 因为我们多数这里都是马来同胞 然后他们对台湾是比较没有这么认识 或许是因为语言方面 我通常都会给Tester 然后我通常就会用这种方式 而在文来是很少很少有人会给 然后他们就会开始问我 那你是台湾人吗 为什么你总是在Promo台湾水果 原先采购各国水果 只用在自家蛋糕店 好品质获得王室肯定 又在台湾驻问来大使牵线下 开始进口台湾水果 也让苏丹爱上凤梨世家 说哦 怎么有这么甜的凤梨世家 他是超爱这个水果 他们都说哦 季节不可以不可以断哦 然后我说这是季节性的 沈文林与台湾还有个特殊渊源 他的外公林德甫来自金门 出生猎语 17岁到问来打拼 经商有成还当上国会议员 被封为批险天猛宫 批险是马来语宫廷的意思 是仅次于苏丹 华人时尚最高头衔 不许是我外公的关系 他都超爱台湾的 所以我们从小的时候就是 我外公每隔两个礼拜 他都会在台湾工作 然后回来 闻来 他都会把这些水果带过来 所以我们从小就对台湾的水果 有一个很好的印象 1970年代 林德甫进口台湾水泥 出口问来石油 也跨足船运汽车代理销售 事业版图遍及台港问 仍不忘回馈金门捐款办学 承认小屋委员的她 是台湾之间重要桥梁 也是沈伟林坚持卖台湾水果的关键 有些顾客吃了这些水果都会跟我讲 哎呀 谢谢你帮我们带进这么棒的水果 就还会买了水果 给我生意做 还会跟我说谢谢 只是水果贸易不简单 光运输就是挑战 文南是个港口比较小 然后货运也不多 container也不多进来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通常要take 两个礼拜的时间 所以如果又遇到有台风 这就是我们的担心 MIT要打开问来市场得克服距离和地理限制 更得因地制宜 蓝天白云映照下 温室里缤纷绽放的全是台湾蝴蝶兰 多谢台湾的这些预送家 还有蓝界的前辈们 大家都很真心地帮助我们把这个东西成长起来 徐志宏来自马来西亚 台大圆艺系毕业后落脚问来 与创业的学长共同打拼 将台湾蝴蝶兰发扬光大 早期从台湾直接进口成花 但空运过程耗损率高达20% 干脆从小苗自己栽培 那我就到台湾去拜访那些老朋友老师 请教大家怎么把这个东西种起来 台湾的这些师傅都很热情 也请囊相授 后面有一个很强的后盾 台湾的技术真的很成熟 然后规模也比我们大人很多 从小苗到成猪 随着兰花转大人 还得换盆两到三次 我们从台湾进口这个祖培苗 祖培出坪之后到那个养苗的园区 大概要养15个月 等它变成成熟猪 然后就把它带到这个 有空调的吹花温室 控制它的温度 湿度 还有遮阴 从台湾进口到生产成猪 全程要花上20个月 每一株都珍贵 而为了适应温来气候 温室里配备水冷式空调系统 加上缓冲层设计 搭配风扇散热 适当调控温度 顺利催花 我们在推广 让温来人也喜欢上台湾的兰花 他们的服装都是很重口味 花花绿绿啊 然后大红大绿啊 大紫啊这样子 所以你看到这里什么颜色都有 马来人顺利美感 恰恰与蝴蝶兰两相回应 温来苏丹后也曾前来参访 每年徐志宏还要朝圣台湾国际栏展 接轨最新趋势 台湾以坚强农业实力花开温来 用光彩夺目闪耀世界舞台 欢迎回到消失的国界 跟温来一样 叶门也是一个穆斯林国家 但当地街头有奇景 是许多人会在路边打牌 但不是打麻将 反而类似华人会玩的天酒牌 就连他们的传统医疗也有拔罐技术 相传这跟明朝正和下西洋很有关联 夜门街头我们听到喜派声 会打麻将的一定不陌生 我们走近瞧瞧 他们打的不是麻将 排面上只磕点数 和中国的天酒牌 相似程度高达九成 外传六百多年前 正和下西洋 曾经好几次在夜门停留 似乎在当地有了不少文化交流 会不会是当时留下来的呢 按照时间推算似乎蛮接近 却没有个明确的答案 不过有牌打 我的手有点痒 决定加入他们 学学夜门的天酒牌怎么打 每个人拿七张牌 and this is yours ok so I'll put it ok yes what so like this 不像打麻将 可以把牌放桌上 他们把七张牌都抓手上 第一次玩的我 看起来有点不知所措 而这游戏规则 对坐的两个人一组 打出来的牌要对相同的指数 直到对方无牌可打 就算获胜 这是我的牌 这下牌 你懂什么意思吗 其实我看不太懂 这是什么意思 可是我只知道相同的数字 要放在一起 好 我们现在来继续 OK 不管输赢 在夜门打牌 气势很重要 OK 他们打牌都要很有气 是要很用力的方向 像这样的牌局 经常出现在夜门傍晚的街头 不赌钱 全娱乐 打的是500多年的文化传承 在这里除了天酒牌 看到了东方文化的影子 我们发现 当地的传统医疗 对华人来说 也很熟悉 招出背上的穴道 再放上玻璃罐抽出空气 看起来是中医的拔罐 不过当地的医生说 这样的治疗方式最早源自于希腊 而细节的做法则是来自伊斯兰教的先知 和中医的穴道概念一样 每个玻璃罐摆放的位置都有它的道理 这种感觉就是神医 这个感觉是神医 这个神医 这个感觉就是神医 这个感觉就是神医 这个感觉是神医 这种感觉就是神医 这个感觉就是神医 我感觉是神医 有什么感觉是神医 你有没有做过这个吗 这是我最初的次 在这里拔罐的第二个疗程 就是放血 医生用刀片轻轻点过 再把玻璃罐重新放上 目的就是要取入泄热 古代伊斯兰先知和华人老祖宗 发展出相同的医疗指挥 世界之大或许是个巧合 不过七千五百公里外的文化巧遇 也让我们和叶门的距离 又拉近了不少 三历五国界探索全世界 我是李文怡 感谢您今天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